主料,低筋面粉70克,黄油50克,水100毫升,鸡蛋中等大小2个,盐半小勺,糖3小勺,辅量,新鲜奶油3200毫升,糖30克,香草精2-3毫升,柠檬皮,黄油揭快精水盐糖一起放在锅里煮到沸腾,迅速把低筋面粉散入并拌成面团,再加热至锅底出现薄膜去除多余水分。 面团离火方至不烫熟,将两个鸡蛋打匀分4次拌入面团,每次都要面团全部吸收蛋液,再倒入下一次蛋液,加入蛋液后的面糊装入裱花袋,我用的塑料裱花筒,挤到烤盘上,我弄的优点大小不均不好意思,放入烤箱先210度10分钟,然后180度10分钟,然后150度10分钟防止颜色烤得过深,中途一定不要开烤箱。 鲜奶油加糖粉打发,然后可以加入一些柠檬馅,就是柠檬皮弄成碎馅,增加清新口感或者可以滴入一两滴香草精油,泡浮两粒以后再上半部分切小口,将打发的奶油加入就可以了。 烹饭技巧,烤的过程中一定不要打开烤箱,香草丁没有可以不加,在奶油打好后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加入水果小丁,但个人认为还是奶油香草最好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